字幕提供 视频都可以看,去旅行的又有,好吃的又有,连不好吃的片都有得看啊 饮食YouTuber国怀鬼胎,马金猫不扮青膏不扮自肺,余观众站在同一阵线 哎呀,一卵嘴说了这么多话,终于可以吐一口气了 不过一吐气的时候就吸了一口烟落肚 究竟马金猫今次又吃什么呢?就是吃烧肉咯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其实真的是一个挺神奇的地方来的 你看真一点,这里四围其实都是的工厂大厦来的 只有两座,好像大陆商场这样的商场 不过你看一下,这里都都是人,简直人潮爆灯 如果宋文峰来这里看风水呢?不知他会怎么评价这个地方呢? 马金猫来到这个香港奇迹的地方呢?就是吃一间香港奇迹的餐厅 今次呢,吃这一间的汉和,谁人都懂了吧? 为什么说它是奇迹的一部分呢?因为很多人呢,说这一间餐厅不是很好吃的 肉呢,腌来腌去都是一样的味道 但是,你又催它不脏啊,有些人说它不是很好吃吗? 但马金猫今天来到这里,就全场满座 究竟马金猫今天来这里吃这一间的汉和,又吃了什么出来呢? 一起看看吧,看什么才好呢?看钱啊! 马金猫今天来这里,就吃中午的自助餐的 平日的话呢,就163元再加1 马金猫今天呢,假期来的嘛,所以就178元再加1了 这口价来说呢,便宜又真的不是太便宜的 不过它有劲啊,11点又可以吃到3.9 吃这些的韩国烧烤呢,虽然有很多东西吃啦 但是,第一件事,当然是拿肉啦 如果不然,腦子一直在干烧着的话,很快就烧焦了啦 那,那,那,这里,你没见到,有几间,只剩几个在这里呢? 只要你拿着那个电话,在这里拍一下拍一下呢 旁边,你就会见到一个阿姐,不停放些东西下去的啦 那,那,那,你见不见到阿姐的手啊? 这一个呢,是秘技来的,不要说给那么多人知道 喂,这里的肥牛,真的那么肥呢? 身为运输兵的马金猫呢,第一时间,当然是新鲜事出 拿一盘东西,回回基地啦 这里的烧肉款式呢,其实真的好贵多的 数下去呢,起码有二三十架 那马金猫呢,当然,拿一些,好像最贵的东西回去啦 蛤?但是这里,最贵的东西,其实,又是有些什么呢? 都差不多啦,其实都是那些东西来的 拿些猪扒,拿些鱼,拿些猪颈肉,有一堆牛肉 那就算了,假期收到178元,再加一这个价钱啦 如果你来到汉获,想吃到回本的话呢 基本上,哎呀,都没什么可能的啦 其实你入座的时候,就已经输了 你看看你看看,刺青马金猫呢,将油倒到锅里呢 结果,都彻底失败,一滴都倒不到 这个油瓶呢,原来是一个古牙的瓶来的 倒下去的时候呢,就倒不到的 要搓一下搓一下,它才会滴下来 成功拆解了这个油瓶之后呢,就开始烧食啦 行这一道烧食呢,其实就不用烧得那么急的 反正,有三四个钟头,在这慢慢吃 成功啦成功啦,刺青马金猫呢 成功将油倒到锅里啦 但是呢,拆解完油瓶之后,脑子又好像怪怪的 烟,不是应该在洞里抽走的吗? 为什么烟,好像会飞上来这样的? 其实你一个的抽气线,是不是有个按键,要自己按,要自己开的? 哇,今天我吃完这一餐之后呢 就变成了烟熏马金猫啦 给个英文名字自己,帮些先 叫做smoke cat 笑完第一批肉之后呢,就坐在那里慢慢吃 夏天呢,吃这些无限时,或者接近无限时的放题呢 其实有一个好处的 你坐在餐厅里面的话呢,就吸进去那些冷气嘛 那你呢,就可以省下几个钟头,不用在家里开冷气啦 混书冰第一盆拿回来的那些肉呢,很肥的 吃完这些肥理肉之后呢,第二盆就拿一些清新的东西回来啦 找一些接近海鲜的物体 要找一些接近海鲜的东西呢,就是这些咯 有些好像鱿鱼片,有些好像鱿鱼仔那样的东西 这边呢,就还有些蜜兜经常吃的猪腩肉 还有那些呢,下面红色一块块的嘔舌头啊 这一只这样的小型八爪鱼呢,体质就很有趣的 在生的时候呢,身体就临自一坨东西那样 但是死了被人烧之后呢,就成一块变了叮咕咕 人就不是这样的嘛 通常在生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是一块饭那样的 死了被人烧完之后,变了灰咯 这一幕见到的呢,就是一对筷子 平时痴性马甘口呢,就会拿一只手指拿着一只筷子的 但是现在呢,他的手指不敢出场了 他说,看完东西网,见到八个老婆,整只鑽石戒指 但是我们,窍得只有对筷子,好不好意思喔 烧肉里一样东西呢,的确是一样令人好眼大肚窄的东西 吃了两盆烧肉之后呢,其实好像不是很多这样 但是又饱饱的,接着去看看有什么熟食吧 雪櫃就见到有些金色的啤酒的 不过呢,日光日白的时候,就很少见到人喝酒 去到任何一间酒楼,都是卖顶点的这个猪脚姜呢 在这里,就整锅给你饮食 跟着这一边呢,就有一些三文鱼,不过被人拿了 不要紧啊,出大绝啦,拿个电话出来拍一拍,叮一声,整盆满了 再走前多几步,见到的了,就是这些在大光灯下面射着的炸物 不过呢,炸灯虽然射着它啦,但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很热的啦 最棒啦,这里你见不见到有些什么呀 后面那瓶呀,是蜜糖来的 烧野食怎么可以没有蜜糖的呢 拿回去,塗在野食里啦 吃了两盆烧肉之后呢,想办法将胃要鱼动多一点 试试吃些辣东西,看会不会刺激到它 先,喝了两口之后呢,这碗东西其实味道真是很辣的 不过呢,喝这碗东西的时候,又被马家猫想通了一样东西 厨师真是很聪明啊,一个个的鱼呢,外面烧肉那里是螺的 厨师将这些东西堆在一堆,加点瓜瓜菜菜,加点味 那就变成一个汤啦,不怪之得啊 很多茶餐厅的冰箱都好像不是很大那样 但里面又可以煮到很多东西出来 在大光灯下面,就拿了这一盆东西回来 里面,值钱一点的,你会见到炸鸡,多春鱼,这些东西 如果这些东西拿回来,你嫌弃不够热的话呢 其实不要紧要啊,有方法啊,把这些东西放进炉里再烧一次 这个过程呢,有个专有的名词 整套的动作就叫做翻撻 翻撻了这条多春鱼之后呢,马金猫就移情别戀了 移情别戀呢,去了这个三文鱼那里 这些三文鱼呢,好多人喜欢吃的 一出来的时候呢,通常都被人拿了很多的 马金猫见它有剩了,多大都拿几块回来啦 三文鱼,好多Omega 3的 一餐里面呢,吃多几块这些三文鱼 之后呢,你那天就可以省一粒的Omega 3的了 这样计下计下呢,好像又赚了2元那样啊 吃了这么多三文鱼呢,多春鱼又生气了 看看有什么方法沽煲先 要沽煲了啊,首要条件当然要有个煲啦 算了,金猫就去了一个很多煲的地方了 算了算了,这里有五个煲啊 这五包东西里面呢,你又不要以为它们差不多 其实里面它们很不同的 又有那些碗仔翅啦,又有人心鸡汤 还有这个绿绿的色,不知道绿豆沙还是西米楼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热啊 竟然生怀了一个凍的凉粉在这里 那在这五包东西里面成功脱泳而出 吸引黄甘猫带它回基地的呢 就是这个人心鸡汤啊 喝这些韩国人心鸡汤呢 听说韩国人心很饱气的嘛 你看看有没有 看一下有没有 有啊,这一条短小精港 这一条的人心呢 跟艘凤爪的时候脱了一只脚趾在那里 它的样子就差不多 另外那四桶都明落酸身 吸引不了马甘猫了 马甘猫呢,遇上鳄宇啊 竟然走到後面,拿了這個豬腳薑回來 這個好吃啦 你看看,像噴煙一樣,又夠熱 豬腳又大,又浸得濃濃的 不過吃得多,你的血管會失的 不要吃那麼多 主菜就吃得七七八八了 吃韓國燒烤這些東西,就無分先後的 現在這個的時候,就反過來 吃這些前菜和沙律 吃這些韓國燒烤,沙律你都不會有很多選擇 有些菜,番茄仔菠蘿和粟米 將這些東西拿回來,之後再加點醬 那就大功告成了 在這裡,吃沙律也是為了有些菜放肚子 如果你不吃沙律的話 其實它也有一塊塊的菜,給你用來包著肉 今晚最後,還是決定選擇吃沙律 如果你真心想吃得健康一點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不要吃燒肉 吃燒肉怎會健康呢 不過,如果你一場進來的話 這裡也有木耳,海帶這些東西 應該都是一些健康一點的東西吧 要玩健康吧 好,好,接下來吃更健康的東西 吃飽飯,你媽媽應該也有教你了 是時候就要吃水果了 西瓜哈密瓜這些當然有 這裡竟然還有燒菠蘿 不過,這些菠蘿其實生吃,還是應該拿去燒一燒呢? 經過馬加貓的審診研究之後 我們決定放過哈密瓜和西瓜一馬 不將它們煎皮拆骨 但是菠蘿了,逃不出馬加貓的五指關 又不是,貓好像不是有五隻手指的 這樣隨機擺發的燒菠蘿呢? 其實煮出來是不好吃的 如果要好吃的話,馬加貓有一個方法 就是將這些菠蘿綠神合體 將這些菠蘿綠神合體之後再燒 菠蘿汁就可以互相交流 燒熟了之後,就特別熱,特別甜,還有特別多汁 你看看,這些菠蘿熱到噴煙的樣子 你看過菠蘿噴煙沒有? 你要成功吃到甜品,首先要點過這個妖滴雪糕鬼 它裡面放了一些最便宜的牛奶公司雪糕杯 你忍不住吃了兩杯的話 你的肚子就沒有空間吃其他東西 那些雪糕呢,留回去其他放題 吃那些黑羊大手果 要吃就吃這些小吃一點的東西 椰汁糕,鬼灰椰汁糕,這些 起碼不好吃的話,都用了它的石子兜 豆腐花也是很多人拿的 整桶被人拿了一大半 吃到這裡,這一餐又吃飽了 用百多元再加一的價錢 吃這些韓國燒烤呢 究竟你又覺得,值得吃啊 很多東西吃,還是浪費錢呢 吃過韓和的你呢 儘管留言,告訴大家看下你的看法 最重要,記得Like這條片 和Share給你喜歡吃韓國燒烤的朋友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的 拜拜